哈嘍大家好 沒有錯 你看到這個就知道了一件事情 全新黑金又即將來了 而且這次的重點是 這次是以雙黑金的方式來推出 然後如果你有在解11封的主線的話 其實這兩張你在主線過程中 應該就看過他們的影子了 右邊這一個 真的是非常香 好那麼回到今天的重點 在下個禮拜會有一週的時間 推出一個全新的天選卡俠 那裡面會有五張全新的卡片 這五張卡片我看起來就是以一些 之前很好用的絕版卡片 然後用另一種方式來去做推出 然後這邊有看到天選一共是20抽 那除了這五張之外 另外15張就是素材的部分 其中包括超多經驗的零食 泥彩鳥、銀風頭、人命怪鳥 跟雛鳥騎士風頭 天選卡盒簡單來說 以最非的情況看來 就是20抽就可以把以上全部的東西獲得 好再來介紹卡片 打頭陣的是水屬訓機械組的維珍妮亞 那他的技能引爆所有凍結符石之外 還有一個弱化符石 自身攻擊力減至1 然後連擊EXCOMBO或COMBO時 攻擊力再提高40% 效果會持續到沒有達成4COMBO以上 那這個技能 嗯...你們應該也知道了 就跟雪未來非常的相似 那雪未來雖然已經絕版了 但他在現在還是一個很好用的常駐增長隊員 甚至有時候解凍結符石也可以拿來用 那現在水屬訓機械組的維珍妮亞 不但有了一樣的能力 還額外多了一個可以防弱化符石的效果 那再來第二個要介紹的是本多中聖 那他的技能就是之前 傲效紅塵的算是反版吧 那CD變成7 雖然老實說 傲效紅塵在現在其實出場機率 我覺得也沒有很高 但是算是一個非常非常特殊的一張卡片之一喔 那再來第三個要介紹的是 新有0C 倉碧與蘭娜 他的技能引爆火跟星以外的符石 掉落屬性的強化符石 那自身攻擊力10倍這邊要注意 其他成員不能發動攻擊 那如果隊伍中還有倉碧的話 那所受到傷害不會實行死亡 那如果隊伍中有蘭娜的話 火跟星互相兼具效果 這個就是之前獵人的 小傑與奇亞這張卡片 然後再來介紹這張是 伊貝斯 那他的技能是CD6 自身攻擊力4倍 然後攻擊力可以克制敵人到 持續首批消除6顆以上的光伏石 這個技能根本就是那個男人 沒錯就是獵人的庫拉皮卡 可是伊貝斯他就不是變身 他是直接用雙技能 那伊貝斯的第二招 就是庫拉皮卡變身後的第二招 首先兩回合內會扣自己生命25% 以及全隊攻擊力2倍 延長到20秒的轉出 並且隊伍不會被技能封鎖 那還有一個效果是 如果你隊伍中有3個光屬性人類的時候 那將場上的庫斯 變化為原始模樣 那再來第五張就是李聯姻 他的技能是兩回合內敵方全體無法行動 並且於效果期間每回合結束的時候 消耗敵方10%有生命力 一定也有人知道 這個就是獵人系列的伊爾迷 那以上這五張都算是已經絕版的技能 然後會作為天選卡盒裡面的五張卡片 那天選卡盒就是20抽 就可以把裡面的東西全部抽到 除此之外如果不想要20抽的玩家們 也可以直接購買重逢禮包 只要美金38.99 那也可以獲得以上的全部角色以及稀有素材 再來是介紹下禮拜的全新地獄集 克魯菲 那他的技能是引爆木服時掉落火強化服時 魔族攻擊力1.8倍 並且每回合魔族成員首次發動技能的時候 還會對敵方全體造成600萬的火屬性傷害 然後在下禮拜也有全新的戰利級任務 打的是這張椰狐迪爾 他的技能隊長必須是神族才能夠發動 一回合內神族攻擊力1.8倍 那神族成員會以50%攻擊力追打火跟光各一次 那首批消除火屬性的神族服食的時候 當前CD還會減散 好了那以上這些是今天GN的內容 那大家比較好奇當然是星黑金的部分 那更詳細的內容再密切注意官方的消息 那今天的影片先到這邊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部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部再見 to our channel